赚钱有数!明导曾是奖金猎人。 高雄市电影馆的高雄拍短片讲助计划从第一届开始就培育出不少导演,其中也包括已在国际影坛展露头角的导演赵德映。 2013年赵德映仪海上皇宫入选第一届高雄拍,学生时代就参加短片比赛,当奖金猎人的他,在拍摄《海上皇宫》前,已拍出归来的人,熊人。 偷渡客两部可难完成的电影,获悉高雄拍鼓励实验创新又有50万台币补助,所以提出申请。 赵德映当初在拍长片前拍了20几部短片,这20几部都是介于零成本和台币一万元之间的学生练习。 来自缅甸的他坦然,当初会拍短片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用短片比赛赚奖金,因他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并挤钱回老家,所以当奖金猎人是一个方法,幸运的他10次参加比赛有5次得奖,也觉得受到肯定。 赵德映曾拍很多婚礼录影带赚钱,但他觉得要步入电影产业必须懂电影,戏剧,所以也拍短片练习拍许事,讲故事的影片,直到拍了归来的人去了影展,才把电影当成可能的职业,之后又拍,求人。 偷渡客 熊片拍完之后,有朋友告诉赵德映,告诉熊拍有50万补助金,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他很想单纯的有心台币50万元来创作,所以就报名且顺利入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 drum 下集 св diss